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第二节SSDT的第四小节SSDT Inline Hook 首先,什么是SSDT,大家都知道了啊 通过前面的两张已经很清楚的表达给大家了 那么我在这里再啰嗦一下 SSDT其实就是一个全局的宿主 它全局的宿主 这个宿主呢,包含了SSDT里面的很多函数 而SSDT Hook就是替换这个全局宿主里面的一些值 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说的105 其实就是替换这个里面的值 相信我不说,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来引入SSDT Inline Hook的概念 首先了解一下什么叫Inline Hook Inline Hook就是通过改写机器函数的机器码 使其在执行流程的时候跳转到我们的代码上 这就是通俗的解释 就是修改它的汇编代码 然后它在执行的时候就刚好跳到我们的Hook 安数地址上 比如说跳到0x 跳到这个地址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拦截它 拦截然后实现一些我们所希望实现的代码 比如说反病毒软件很多都是通过Eline Hook来实现的 就是可以通过Hook只好达到我们的一些目的 因为我们没有V软的颜代码 我们不可能修改内核 但是我们又要完成一些修改内核才能够完成的事情 那么就只能用Eline Hook来实现 这就是微软给我们的一个大礼物 而SSDT Inline Hook 就是SSDT表里面的执行主体的Inline Hook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前面一节课讲的是 内核下有两套函数 一套是NT 一套是ZW开头的 我们正称之为封装过力函数 一套为NT开头的 我们正称之为执行主体 比如ZWOpenProcess和NTOpenProcess 我们再来看文Debug 加深理解 这个就是我们称的过力函数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函数 而是一个封装函数 我们再来看 NT开头的 这里写错了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就是它的执行主体 真正的执行函数 你看 SSDT Hook 只是修改SSDT数组 而SSDT Inline Hook 就是修改函数主体的汇变代码 改变它的执行流程 比如说我们这个函数 在没有Hook之前呢 它的汇变代码是这样子的 而我们Hook之后呢 它就刚好把它前面的五字节 变成我们的跳转地 跳转到我们的代码上来 这样 我们就俗称 Nine Hook 当然 这只是 头五个字节的Hook 相信大家在分析游戏 保护的过程当中 还会遇到 不仅仅是头五字节的Hook 还会在中间 甚至是在末尾 倒会有 所以说 Hook的手法 位置是多样化 很灵活 灵巧 就看你自己怎么去搞 我给大家画了一幅图 从 NTOS的 就是在我们Hook成功之后 从NTOS的这个函数 好 进入到我们的Hook函数历程里面 处理一些 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个 在这函数里面 我们想 不让它打开进程 那么就要返回 拒绝访问 如果我们想获取 它打开进程的PID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 它的参数来获得到 这就是Hook的目的 接着 我们沿路返回 因为Hook的存在 我们已经影响到了 这个函数的持续流程 我们可以做到改变 原来原始函数的任何事情 甚至 让它 不管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进程都会失败 这都可以做得到 图上大致说明了 InlineHook的意思 虽然简单 五脏俱全 我觉得 就是我个人感觉 在InlineHook的时候 对战的变化是特别重要 很多人写 InlineHook 它不注意保存现场环境 有时候 好 寄存剂 被破坏了 所以 就会导致蓝屏 在这里 如果是 这个的调用类型 编用器会自动平衡对战 但是如果是 这个的调用类型 那么就需要你手动去平衡对战了 比如 这种调用类型 就可以直接调用原始函数 让它 编用器自己去平衡对战 一般这种写法 在我们的代码当中是很常见的 不仅仅是因为它简洁 这种 对Windows API的Hook 对Windows API的Hook 先把所有计程器压在 然后 下面我们就可以调用任何的一个 计存器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然后我们到了这里之后 就要恢复 之前的现场 环境 恢复这里 刚进入这个函数的时候 的现场环境 然后为什么 它们的顺序呢 先压债的 要好出债 这就是汇变代码里面的一个规则 所以你们在写这种类型的调用规则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一话 先入对战的要后出 后入的要先出 这个代码是不是很像 很眼熟 很像我们外挂里面的一个call 对不对 你调用一个call 是不是要先保存好计存器 然后当你的call调用完之后 你再恢复它 恢复寄存器 写过外挂的人 对这种写法都会很了解的 好了 现在我们来 看一下 具体的代码 这里呢 就是驱动的血彩 卸载历程 这里呢 就是要隐藏的文件 然后我主要是 然后我主要是 inlinehook这个 ssdt表里面的这个函数 简单的实践一个隐藏文件 这里我们在反NP隐藏文件 这里我们在反NP隐藏文件 行这节当中已经说明了 比如看 已经说明了 这个函数的意思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 就可以照着那张 的windebuck 然后再对着这一节 再看一下 实际上 它这个函数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调用成功之后 把文件 把file information 保存起来 接着我们来看 它没举的是 什么样的类型 比如说文件 目录信息 文件全路径 全目录信息 等等 文件名信息 文件ID的全目录信息 一共这几个文件 我们要隐藏文件 就要注意这几个信息 然后得到名字 就是文件名的偏移 得到文件名的偏移 得到文件大小的偏移 下面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 如果不是我们关注的这些 那么我们就直接返回就得了 现在就开始 从文件名的偏移 得到文件名 从文件名的大小偏移 得到大小 然后 判断我们的文件 是否是要隐藏的文件 好 这里找到我们要隐藏的文件 那么我们就 我们就在链表数据结构里面 把这个文件去掉 如果为空 并且定一个链表 不为空 那么 下一个链表开始 如果不为空 然后 如果我们的指针有值 设置当前的指针 为下一个 俗称 拆除链 链表 这一段代码 其实就是一个链表结构的 移 就是移除 最后 返回函数 现在我们来编译这代码 好 编译出来 我们加载它 启动 我们要隐藏了 是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来找一下 看我们刷新 F5刷新 隐藏了 我们再来看 Win Debug 这个就是过例函数 所以它并没有hook 那么我们再来看 它实际的 主体函数 看到没有 直接跳到 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的驱动模块里面 寒素主体代码被改选 跳到这个地址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址 20太少了 20太少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代码所调用的 这个就是我们代码里面所调用的 这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值 也就是这里 也就是这里 它是取这个指针的值 那么这个指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值 取指针的值 取指针的值 84010 B3284010 我们再来看 B3284010 这部分呢 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里 看到没有 虽然你不理解代码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通过 Wendbug来边看 边学 边理解 那么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原来这执行到这里 然后继续执行执行执行 然后最后执行到这里来 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这部分 取这个指针的值 并且跳 取指针的值 并跳转 那么这个指针的值音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好 出来了 这个指针的值就是 8464 FE80 然后我们再看 8464 FE80 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 这个函数 加5 为什么会加5呢 因为我们来这里看 我们这个过例函数 已经执行了 它前面的5字节了 然后执行到这里 跳到这个地址处 也就是跳到 它这个函数 加5 后面继续执行 这就是一代 Hook 的 OneDebug 表现形式 所以 很直观的 表达了出来 所以啊 当你看代码 的时候 很 不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就尽管的 让 让它加载 然后在OneDebug里面看 OneDebug呢 就像 一幅画 而代码呢 就是一本书 代码主要是以文字的形式 告诉你 一个故事 就是代码主要是以文字的形式 告诉你一个故事 而OneDebug呢 就是把这个文字拍成电影 你用感官是可以直接感觉出来的 这就是OneDebug的好处 综合前面的知识 综合前面的知识 我相信大家都不难以理解 SSDT InlineHook InlineHook的言理 也就是所有SSDT表里面的所有函数的InlineHook 就叫SSDT InlineHook 我们用雪特来分析来看 看的吧 它就是InlineHook 它Hook的是函数主体 而不是过例函数 大家看本节 的时候 我推荐 连前面两节也一块 看了复习 这一节是后前面两节的一个结果 前面两节呢 是这一节的敷电 所以三节一块看 我相信大家会很容易的理解 好了 本节呢 虽然简短 但是精华 也给大家讲了 本节就到此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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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